这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体会到越南美食 到国外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吃 没有啦 全然我要疯了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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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我是许伯 大家有去越南尝过正宗越南美食吗 越南比起台湾 是个重辣重酸超级重口味的国家 今天我们重金礼聘 一位在越南生活20多年的专业大厨 哈喽我是美真 让大家了解越南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今天的美真准备了三道越南美食 那听说越南菜的特色就是咸辣酸 那美真今天呢做的是越南正宗的 就不是迎合台湾人口味的那种 你说让我挑战看看 对于重口味的国来讲 咸辣酸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哈喽 哈喽 先请问美真第一道 第一道料理是什么 蒙老满蛋 蒙老满蛋 是吗 这么多 蒙老满蛋的正宗做法 照着做你也可以吃出时尚越南味 越南味没有一堆时尚辣椒蒜头是不行的 首先将它们以华尔兹旋转的方式捣烂 我加这个里面 好你要加进去 好 这个到底超级 超级 对 加一点热水 蒙老满蛋华丽沾酱完成 吃很多辣椒 嗯 我加一点面糖 我去看看 我过鞋 这还不够鞋 一点糖吧 来加点盐巴 现在我 我鸡叉 这个肉 好像有鸡叉 这是等下包的 对 给它温温叉 以随性的方式展现个性摆盘 那我就撒死了 等一下我们 锅给它 这是什么 这是盒粉吗 我们都说 崩 崩吗 这边锅子不够深 在家跟着做的同学 这个可不要傻傻跟着断 这是经费不足的做法 烫手后记得给崩最舒适的冷水浴 它会变得很Q弹细滑水嫩 红老满蛋被料完成 红老满蛋其实就是著名的越南生春卷 但不同是台湾会调整成沾酱油 或是甜辣酱吃 那越南正宗吃法到底是怎样的咧 这时每人拿出一罐传说的越南酱料登场 你试试看看 就纯粹的酱就对了 这好吃啊 感觉很香啊 香 很香吗 你不要我闻一下 我有闻过 看到超级新的 很新 什么味道 你在这种云霄费车啊 他在瞬间把你嘴巴里面说水分吸走 然后就只在他舔到爆炸 这样舔上来 然后我现在开始打下一个的 可以可以 这什么东西 要沾一些温水 哦哦 觉得我好像只要 是脆的吗 洋芋片吗 不是是硬的 然后吃起来像玻璃籽的口感 一开始咬着没有味道 但是咬着咬着就咸起来了 在台湾查询越南生春卷 你会以为虾子才是主角 这个的哦 但如果你搜寻本老满蛋 根本很少看到包虾子啊 本才是真正的主角 面 哦 好神奇哦 还会包面 是太干了你看 但也没有硬性规定包啥 包臭豆腐也没管你啊 我现在包起来 美珍毕竟在台湾生活三年了 她的崩老茫男也不知不觉台湾话了 但是不要紧呢 我们还有时尚越式沾酱 现在沾这个 第一次沾我 越南会沾多少就沾多少 哦哦哦哦哦 沾这个啊 沾着好 好 啊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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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嘘 哈哈哈哈 好吃吗 很好 又咸又辣 哈哈哈哈 它不是非常重口味 它 是我 是我吃 是好吃的 一进去那味道就啪 然而就在我松懈的时候 美珍又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又辣又咸吗 让我不已经怀疑是美珍味觉坏了 还是我的味觉坏了 你考了再讲 但是想不到的是 美珍居然没有底线 我没有跟阿胡来这个东西咸辣到爆了 美珍的剩还好吗 我跟这张是 换你的 我要挑战越南煎东西 对 加油加油加油 人家都加你 好 你还要吗 还可以吗 没有问题 可以吃第二道 可以吃 可以吃第二道 美珍推荐的美食哦 好 美珍吃几克 你都吃几克 你还可以说我最怕的那个吗 不是啦 还是好吃 我吃两个 你是几个 我可以吃三个 你要吃三个吗 这是什么传说美食 让肥宅我这么害怕 现在我们 吃一点海拔的 它越南名字叫什么 好 我先喝 看它吃 我不要吃 可以吃我吃就好了 奉劝大家 在玩夜人一定要煮食 好 我们要加这个菜 所以是要配这个吃才好吃 对对 它有一点辣辣 哦我记得 这个叫 辣辣吗 好 这个 咸咸咸咸 一点水 浇一点 剩大一坨 还有一点这个 好 好 好 加五檸檬啊,我們再沒檸檬了 我們加一點塔茶,蒜蓉醬 加一點 它很像 怎麼樣? 喔,很辣 準備完成 鴨仔蛋開吃 用這個筷子 直接打它 OK 甜啊 甜啊 這沒怎麼啊 美珍說沒什麼 你看,沒什麼啊,你看 你不可以用這種心態 這是越南正宗美食 我們要... 對 這比我自己敷蛋,打開那個蛋還要聽什麼 對不對 看裡面有一點點吃耶 我們常喝它 你先喝 撥開了 它要把你撥開 你可以喝了 你可以喝它了 它把你撥了 它把你撥開了 對啊,你可以喝 你喝看看 喝喝看 喝喝看 喝... 喝一點點 你要喝湯了啦 喔,好喝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別問了 什麼味道 我一點也不想回想這個味道喔 它只是... 它只是... 到底是... 等一下 你... 拿一點點 一點點這個 喔,它說要加東西 這個鹽... 鹽巴 還有辣椒 還有這個... 蒜頭 所以上面這個要撥開嗎 它是它加了一點點在上面 對啊,我加上面的 你可不可以加一點 加一點點 其實它是煮過的啦 我煮了 對啊 所以它不是生的 它是熟的 它其實是一顆熟的蛋 好,這樣 怎樣 怎樣 你壓它 努力一點 這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體會到越南美食 你到國外去你也不知道怎麼吃 拿開 沒有啦 今天拿我要瘋了 哇,真的好噴 我會一直... 壓這個沙 哇,那就是酒啊 你看,那是酒啊 這個... 你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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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吃啦,加那個啦 怎麼會吃啊 加那個...加那個,對 那個是比較好吃啦 你看它吃的多美... 靜靜有味 好好吃 這個很... 你剛剛想想看外國人吃皮蛋的心事 皮蛋跟鴨仔蛋 並列為全球20大恐怖美食 應該不只有我覺得皮蛋可愛很多吧 這很貴 一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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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 腰 你问起来 你在问我什么事 下面是没有了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黄棒的 这个还好 她说下面是蛋黄 她说还好 这个还好 你看一下 这个还好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就是蛋黄 真的 有下面这个看起来像是蛋黄 每次都吃完了 每次都带着极欢乐的心情 哇怎么那么大一颗 有 这个 这个是黄黄的 这个是软软 这个是硬硬 白白 这是硬硬的 你不要去想像她的心体 你看我的手在抖 美真是说这是越南人 参加爱护每个人都很喜欢吃的 对啊 你还用一个呢 啊 有个点 你又咬她 咬坏一点 对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竟然会用一点血了 哈哈哈哈 我让你这样 你又喝一喝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好吃吗 没问题啦 你再会让我们吃 我吃 接着我决定赌上肥宅尊严 接受美朕的第二课挑战 哇 哇 哎呦 我还赢你吗 我出去 我出去 啊我出去她赢了 我还没咬她吃完了 人类果然可以开发自己的潜能 战胜鸭仔蛋 战胜自己 好 对好还有第三道越南料理 不过这是一个腌过的鱼而已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难倒我了 太咸啦 鸭仔蛋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一带的菜肴 台湾也有人吃近代之所以成一道料理 其因为贫苦之人为补充蛋白质 到野外减食艳鸭的蛋 主手打开才发现有鸭仔出行 原来是已经敷了几天的鸭 后味道渐渐为人们所习惯 在某些地区广为流传